也是一樣 反正我們就針對這些題目去抽 抽幾題出來考 那反正你就是了解在幾個階段 不外物就是你要把 需要的函數找到 然後把結果給做出來 比如說像這一題 我們的需求是這樣 這邊總共有15位同學 那15位同學他每有3次月考 我希望把總成績算出來 那總成績的話 算總成績其實一般是最簡單的是什麼 直接上面有個自動加總 自動加總裡面有個加總 他自動會幫我把前面的成績打勾就可以了 有沒有 然後向下填滿 總成績就算出來了 這是最簡單的 不過這一題 當然如果算這個上加總 其實對個 一般來說是太簡單了 因為我們這個課程程式設計 如果只是單單這樣好像太簡單了 所以我們稍微把它改裝一下 上面請你把它輸入什麼 在那個 這個上方 就是在第一次月考的上方 請你輸入他的比重 比如說每一次佔的比重 各展30% 最後一次40% 那如果說他的成績是根據什麼呢 他的總成績 乘上他的那個什麼比重的話 那這邊總共有3個比重 所以他的總成績應該是多少呢 其實各位的成績也是一樣 比如說你的那個其中 期末各30 然後平常作業 20 然後又你的什麼的 初缺情況 佔20 這就是你的總成績 反正你總共會有4個成績 那我期末以為也是用以色列來統計 反正你該有多少分數 你就會有多少分數 那你自己當然評估一下啦 如果說 這個 該會成 會及格的 我想應該就會及格啦 如果你期中考不好啦 那把握期末考試 那以這一題來看的話呢 要怎麼樣快速的把這個結果給做出來 基本上第一個啦 我們可以用幾個方法 第一個月考總乘期呢 我們用比較傳統的方法 那當然你這邊可以用一個公式 等於什麼呢 等於他的成績 乘上 他的比重 那一樣喔 再加上什麼呢 他的成績 乘上 他的比重 加上一樣按個加號 這個成績 乘上他的比重 那乘出來之後的話 最後打勾 基本上呢 就 就等於是 完成我們要的公式 但是呢 待會你可能要思考一下 因為等一下會向下填滿 那向下填滿的話 我前面講過 就是 他的裂號會自動增加 那所以呢 將來 基本上呢 如果向下填滿會自動增加的話 那他會自動參照到下一個 12 參照到13 應該是沒問題 因為我要下一個人成績 但是他的什麼呢 他的比重部分的話 不能 不能因為你向下填滿 而有所改變 所以 我前面講過 如果你要向下填滿的話 請你在11的前面 加個前的符號 也就是說呢 你向下填滿的時候呢 那11列 他就會被固定住了 不會自動增加 1號 就是向下填滿的時候 那我把他打勾之後的話 向下填滿 他就會自動幫我把 你們 其實你們的成績也是這樣算出來的 有沒有 比重 乘上 你的那個 成績 OK 那 不過你會發現 這個方式做完之後 其實 雖然還算是簡單 還算可以理解 可是其實 必須要做很多事情 這個乘這個 加上這個乘這個 以此類推 那 有沒有比較快的方式 可以把剛剛這件事情 快速完成 那這是我們要講的重點 所以 插入函數裡面的話 因為數學函數 他在的位置是在這邊 所以你可能 在 H 13的地方 做一個練習 H等一下你先看一下 那要把ESEL學好了 基本上一定要把這些函數 通通 都能夠了解 當然不是每一個都了解 不過至少比較重要的函數 那可以把它找出來 那裡面的話呢 我們可以利用 數學與三角裡面 那其中的話有一個叫SUM SUM的話是加總 所以你往下找S開頭的 那待會呢 我們會講的 比較重要的函數 大概會有幾個啦 SUM剛剛講過了 SUMPODAT 這個 跟SUMIF 為什麼 因為SUM的話是加總 可是呢 如果說這個SUMPODAT 基本上就是互相乘 相乘之後的相加結果 所以如果說我希望呢 把這個結果給做出來 你也可以試試看 用SUMPODAT做做看 OK 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先稍微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這個做法其實不算太難 只是說他比較瑣碎 如果說你今天三次月考還好 如果是10次 平常考 20次平常考 那你可能就每一次每一次這樣點 其實蠻不方便的 所以你可以用另外函數 如果假如你的範圍很多的話 建議用數學函數裡面叫SUMPODAT這個函數 那你往下找到SUM開頭 SUMPODAT這個 那他底下有個說明啦 就是傳回多個 政列或範圍中 相對 應的元素 成績之轉合 那所謂的相對應指的是 同一個 比如說這兩個相成 再把它轉合 就相加的意思 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我們可以把第一個範圍給他 第一個範圍是他的成績啦 第二個範圍的話 是他的什麼 他的那個 這個比重 那因為相對應的話 他所以他會相成 再相加 相成 再相加 那所以其實基本上呢 他所做出來的結果 也會跟剛剛是一樣的 相成之後再相加 但是他有個優點就是說 他不只可以兩個範圍 如果你將來有很多個範圍 第三個範圍 第四個範圍 他最多可以255個 也就是你可以很多個範圍的相成 相成之後再幫你加總起來 那當然這個地方的話 只要按個確定 不過確定之前 一樣會需要考慮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只要你向下填滿的話 他的裂號呢 一定會增加 所以呢 這個範圍的裂號不能增加 因為他還固定 可是底下的範圍的裂號可以增加 所以記得 也是一樣 跟剛剛一樣 你必須把什麼 把這個11有沒有 只要看到11列呢 記得就是前面加個錢的符號 錢的符號是 那個SHIP加上4 應該知道了 因為有些時候 我都以為你們應該知道了 可是可能也許你們在 一些那個輸入按鍵上面 也比較不熟練 OK 盡量把這些熟練 因為工作上 將來你的工作上面一定會非常 經常性的使用到這些功能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也許他本來有小數點 你把它改成整數好了 我們用整數來計算 下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這邊的結果 跟這邊的結果 會是一模一樣的 一定也是一模一樣 因為其實只是用的方式不同 一個是公式 一個是 用函數來做 那基本上呢 最後的畫面 當然如果你細節上面有一點問題的話 也是一樣 請各位參考 我把剛剛的畫面拍照下來 上面也有完成的 這個 我們的公式在這邊 所以如果說你假設 有些地方細節部分 實在是 錯了 可是不知道哪裡錯 請你還是一樣 比對一下 我想 只要你花一點時間 看一下 我想要 做出結果應該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那當然第一階段 我們 Excel部分的公式做完之後 後面呢 我們 還會需要做兩個東西 也是VBA的兩種方法 那我前面已經講過了 不外乎就SUB SUB的話就是按按鈕 我希望怎麼 按個按鈕 自動怎麼樣 幫我把結果給顯示在哪裡 顯示後面也許你自己再加一個VBA 那這個VBA的話呢 基本上我希望呢 剛剛一樣的結果 可以在旁邊呢 多加也許 按鈕 然後呢 按下這個按鈕 自動幫我把結果從頭到尾巴 我一次就完成 另外一個是清除 那當然按下這個按鈕可以自動輸出結果到 指定儲存格的方式蠻多 至少兩種 一種是直接丟一個公式 把Sumpleta的公式丟到這邊來 那這個是按按鈕的部分 或者一個是按下去自動 裡面的結果幫我輸出 另外一個是什麼 制定函數 插入函數的話呢 裡面也許有一個叫什麼 成績函數 那我當我按一下 這個插入函數的時候呢 可以找到 那我可以怎麼一個蘿蔔一個坑給他三個 月考成績 他給我最後的結果 那這要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不過這部VBA之前 這個 其他命令這邊 記得要把那個什麼 制定功能區裡面開發人員這個一定要打勾 這個一定要先把它叫出來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會需要 做的事情 你可以把它先放在旁邊 然後 先稍微看一下你的邏輯需要做什麼 再來的話呢就是什麼 先第一步記得先按右鍵 一定要先插入一個模組 因為我們我們要做的這個 這個程序的話是必須一定是放在模組裡面 接下來的話呢我們必須在這邊假設我需要需要一個按鈕 那當然我這邊需要有第一個啦也許我按一下他他自動幫我丟 丟什麼不是丟結果 而是把剛剛那三波達的公式直接丟進來 如果丟公式的話該怎麼做 那做這個之前也許你可以先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的話呢也許我名稱叫月考也許叫什麼月 月考 然後 對OK 叫月考 名稱的話這個可以自己定義一個名稱 然後 我把 輸入 那假設說我今天月考我輸出的話呢 我如果是輸出的是叫我這邊取一樣的名稱好了 也許要月考公式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需要一個月考公式這個結果的話 那 我這邊呢直接按個確定他會自動幫我產生一個 一個這個月考的一個sab 那我先把這上面拿這公式拿掉 那頭跟尾他會自動幫我產生中間的程式你必須要自己加 那姿態小的話請你在工具裡面的選項撰寫風格裡面 大概差不多14號次吧 OK 好 那這樣的話基本架構就有了接下來的話呢如果要輸出公式的話 接下來就跑回圈嘛 for i 等於13到27 所以你這邊的話呢直接把那個之前講過的那個 其實跟前面都一樣 直接把它打上去13到27 Enter兩下打個NAS 然後再來的話呢 不過27這個可以用追蹤的 當然這個地方可以再改寫 再來的話呢我們要輸出到哪一欄呢 輸出寫前面 輸入了資料寫後面 所以我要輸出到I欄 那你就打一個哪一個儲存格呢 Sales Sales Sales就儲存格 I列的 因為I會跟著變動 I列的 I欄 那所以呢他輸出的話呢 假如說他第一次輸出是13 那就是I13 I13呢指的就是這個儲存格 意思就是說我要把這個儲存格輸出結果 那輸出什麼結果呢輸出等於 雙引號兩個 先打一個兩個雙引號 那這個中間如果我要輸出的是公式 那公式我指的是 把那個三波打或者是前面的公式 把它丟到這裡面來 那一般習慣還是用用 這個這個三波打直接丟過來 那所以接下來呢我把這個三波打的公式把它複製一下 複製之後記得取消一下 因為如果你現在在 游標放在資料編輯列裡面 你要切到VBA會切不進去 所以之前蠻多同學奇怪怎麼點不下去 主要原因是因為你現在游標還在這裡面 所以記得要先按取消 取消完之後呢 再切到這邊呢 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貼上的話實際上如果你跑的話 他會 一行一行幫你怎麼樣 做輸出 不過呢 你會發現輸出 有輸出了 84.4 再一次 還什麼還是84.4 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我這個13有沒有 他輸出每一次都13 所以他一直都抓13列的資料 也就是說如果將來呢我要做變動的話那你現在全部輸出好了 你會發現全部都是84.4 主要原因是因為這個是D13 D13都一樣 可是這個為什麼會變因為D13會變D14 有沒有 他會跟著什麼呢 這個數字有沒有 基本上呢 這裡面的13 你必須要把它做一個變 改變哪個地方改變呢 13記得要把它改成這個I 有沒有 剛好是13 14 15 16 所以如果你要把 這個13 改成 把I放進來的話 記得你不能直接打一個I 這個時候呢 你如果打一個I 那這個I是一個字 一個文字喔 它就不是一個變數喔 OK 因為它在雙項號裡面 你輸出的話呢 它不會有任何作用 那如果說你要讓這個變數能夠有作用的話 記得喔 要先把它先切開來 字串先切開來 也就是說呢 本來一個連續的字串 我現在把它分成兩個 這個一個 這個一個 那字串跟字串要串接的話 中間一定要END的符號 那如果還要再跟變數串的話呢 記得中間加個I就可以了 所以你這邊的話 再把這邊 加個空白 因為END的符號呢 前後要加空白 如果說 你現在記不太起來的話 我前面好像講個口訣啦 1 先把它選取 雙領號雙領號兩個 END的兩個 再移到中間加個I就可以了 其實這樣也OK啦 然後再把END的前後加空白 雙領三個動作 4個動作 雙領號兩個移到中間 END的兩個移到中間 加個I 然後 剩下就加空白 那做完一個之後的話 這個13 你也把剛剛做的雙領號到雙領號中間的東西 複製一下 為什麼 因為後面的13 做法一模一樣 那你當然不需要再做一次啦 你就把它貼上就好了 那這樣的話呢 那它會 就會按照你的要求去把你需要的東西給輸出 那一樣的公式上面把它複製貼下來 那我習慣按Ctrl鍵拖拉 這邊的話把它改成清楚 清楚的話呢 實際上 就是把裡面的資料 丟兩個 兩個雙領號就可以 兩個雙領號意思是空字串 所以如果你 執行清楚的話 你會發現裡面的東西都不見了 因為它一個一個幫你把它清掉 我們來試一下這個地方 先F8好了 F8是主行 主行輸出看看 84.4了 再來的話呢 這個時候有沒有你會發現下一個 68.9 OK這樣子就沒有問題了 不過你可能輸出 之後呢 當然它有小數點啦 可是你想說老師那我希望輸出的時候不要小數點怎麼辦 其實你可以在底下多加一行 一個什麼呢 把它裡面的資料 變成什麼呢 儲存的格式裡面 因為如果說你要 把它裡面的小數點去掉的話 你必須在制定裡面呢 這邊 把它改成零就可以了 改一個零按個確定 有沒有 也就是說呢 如果我今天要在 背後加一個格式 這個格式的話呢 就是 取消小數點的話 那你可能就在底下 再補一個什麼呢 我要在後面 在儲存格裡面 裡面呢 加一個什麼呢 它有一個屬性叫Lumber Format Local 等於什麼呢 雙一號兩個 加個零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 我要把 這個裡面的資料 變成 丟一個什麼呢 等於按右鍵 儲存格 裡面的設定一下 把它制定一下零 但是特別注意 我這邊呢 瓜瓜後面在加 為什麼呢 如果你這個指的是所有 有這個工作表的所有儲存格 那 這個瓜糊 再把它 丟過來 那你想說 老師那你為什麼不先加瓜糊之後 再加個點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你加了瓜糊的 點下去 它不會提示 它那個清單不會出現 所以我可以怎麼樣 因為那個 剛剛那個屬性的名稱太長了 所以我可以用什麼方式 先不要打 有沒有你如果先 不要加瓜糊 點下去呢 它會有提示 那你可以再點一個N 它會出現Lumber Forming Local 的屬性 那你直接等於什麼 等於空 字串 補一個零 那最後再把這個 瓜糊記的一定要補上 OK 這樣就完成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呢 一樣做清楚 然後呢 我就把這個 第一次輸出之後的話 因為他已經改過了 所以他已經改了 第二個的話呢 68.9把它變成沒有小數點 有沒有 你會發現沒有小數點 OK 那這樣的方式的話呢 就會一個 輸出之後的話 把它格式化 OK那就全部格式完成了 那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 試一下 那一樣 我等一下 也會把那個剛剛做的結果 也放在雲端上 OK 那請各位 試一下 按鈕應該會吧 前面都有講過 你可以從開發人員裡面的插入這個 這個表單 控制項裡面這邊按鈕 那你拖拉之後的話 剛剛有兩個嘛 你拖拉一個的話 你可以把月考公式 有沒有 選起來 然後按 複製之後呢 再把這個名稱 把它貼上 他就會有個月考 清除也是一樣 所以按下他 自動完成 清除的話呢 自動清除 那請各位 第一個 輸出的時候 你會看到 這個地方輸出的時候呢 他是把公式 一個一個丟出來 丟到指定的儲存格裡面 那接下來我要做的第二個呢 不是丟公式 而是在VBA裡面計算完之後 再把結果丟進來 OK 那你可以看到 跟剛剛看到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呢 這個84有沒有 可是他背後放的是什麼 84.4 意思就是說我 不是直接把公式丟進來 而是 計算完之後 再把結果丟過來 OK 這兩者之間的差異在這裡 所以我剛剛這個公式 你會發現丟過來是丟公式 這個丟過來是丟結果 那要怎麼做 接下來的話請各位 再來看一下那個 剛剛這一段 第一段 月考公式 如果有問題的話 請各位參考一下 雲端上都有答案 所以你可以參考這邊 這個是第一個 一模一樣第二個 待會我們來看第三個 所以基本上 反正你們就照這個來做 今天講的 反正 12 3 4 5 頂多再來 做按鈕 6 然後就是再把制定函數做出來 我想今天大概差不多了 那 就整個 整個 然後我們把這個結果做出來 月考 這個部分不輸出公式的話怎麼做 基本上 還是一樣 後面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 你可以拿上面的公式 上面的東西 假設我今天拿上面來改好了 這邊直接來改 這樣會比較 那這個不用了 因為這個我想 Number format local 這個可以拿掉 那差別是說 剛剛是丟一個公式 那現在丟什麼 丟我要的計算的結果 那怎麼樣的計算結果 基本上你可以自己去上面抓資料 來這邊去做 做什麼呢 做組合我要的公式 那個公式的話請各位參考剛剛的這一個 哪一個呢 月考總成績 D13 也許可以把這個先複製一下 我拿這個來參考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如果我要把公式做出來可以參考上面的 這個位置 那我可以動態的去抓 這上面的資料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D13 D13 資源上就是這個儲存格 那D13的話你可以寫成什麼 我要抓這個儲存格的話 我前面講過你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Sales 假設哪個儲存格的資料我要抓過來的話 那你可以告訴他說你要抓哪一列呢 我要抓13列 不過呢將來這個13 可以改成I 因為 他會一直不斷回想 哪一欄呢 D欄 我要把那個 什麼呢 D13的資料 抓過來 乘上什麼呢 乘上D11 那特別注意喔 如果前面有鎖住的話 那我可以用Sales 你可以寫兩種啦 你當然你可以寫寫這樣 比如說我們用類似Sales的寫法 你可以寫什麼 這邊11 這樣就OK了 但是呢 其實寫這樣子 我覺得 用Sales呢 如果說呢 寫這樣 其實我覺得不是很好理解 因為要D11 所以我的習慣如果是固定的位置 我會寫成用Range 為什麼用Range呢 因為Range的話 他直接打一個D11 裡面放一個什麼字串就OK了 有沒有 這樣子 實際上呢 我們的做法是 把這個 抓過來到這邊 然後乘上這個 OK 然後後面的話 一樣的公式嘛 所以就加上什麼呢 加上 再一下 11 13 11 所以其實你可以聰明的做法 把這個公式 複製過來 複製貼上 然後這邊改成1 這邊改成1 這樣不就OK了 然後面的話呢 再加上什麼 加上那個 F 所以這邊把它改成F 這邊把它改成F 那基本上 他的概念就跟剛剛的公式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那所以呢 你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程式寫完之後 接下來我們來跑跑看好了 基本上呢 做完之後 那如果說我想知道結果 我先把這個剛剛的東西清掉 按F F8好了 然後呢 輸出一個結果 有沒有 你會發現84就出來了 那你可以看一下 84. 84.4 出現了 然後在下一個的話呢 他又輸出下一個 69 以此類推 所以程式 就已經寫好了 OK 但是呢 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呢 這個公式 你會發現太冗長了 所以太冗長的話 特別注意 那有同學就想說 老師那我直接按個Enter 換行不就好了 可是如果你換行你會發現 他馬上變紅色 為什麼 他不允許你做這個事情 所以未來如果說你要讓他換行 可以把公式串在一起的話 記得 請你在加號 呈號的後面空白 空白的後面加一個什麼底線 再按Enter 再按一個TAB好了 往前縮排 這樣子的話呢 他就會把 後面這一行跟前面這一行 當成是同一行 關鍵的地方在哪裡呢 在這個底線的地方 OK 那可是底線你不能亂放 習慣會是在加號或呈號後面的空白 的後面加上一個什麼 加上一個底線 再按Enter 他兩行呢 才會把它當成同一行 OK這個規則的話 大概要稍微記一下 那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講的這個 有關那個月考的公式部分 月考的部分 試一下 如果可以的話 月考函數 也可以 試著做做看 制定一個函數 比如說他跟 我要 三個成績 那我要輸出一個結果 該怎麼做 楊? 我應該要到了 但是我這個 我也要ه童 所以我 大概也要 謝謝 woman 那你 我應該要 家人